古埃及法老情人借体还魂 解密古遗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索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古埃及法老情人的奇幻历程 以及它与古遗址之间的密切关联 我们将解开这个令人着迷的谜团 揭开多罗西艾迪的非凡故事 多罗西的一次意外事件 使他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转变 他从死亡边缘归来 但他的灵魂却似乎与他的身体不再相符 他开始回忆起自己前世的记忆 那是在古埃及法老王国的时代 他清晰地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位埃及女祭司的生活 居住在塞地法老的圣殿 并为他服务 现在我们将一起深入探索多罗西的惊人经历 揭开这段古老故事的神秘面纱 人的肉体就好似一件衣服 可以被任何一个灵魂或几个灵魂主宰 有不少这样的新闻 190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郊区的多罗西艾迪 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多罗西只有三岁左右时 因意外跌倒而撞伤了头部 情况非常严重 当时他被医生宣布死亡 但后来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又活过来了 在他醒来的那一刻起 他整个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的行为已不再是一般正常三岁小孩的行为了 为什么? 那个多罗西的灵魂已经离开肉体 而另一个主元神趁虚而入 穿上了多罗西脱下的这件衣服肉体 活过来的多罗西开始讲述他的前世 那是遥远的法老王国埃及 多罗西不仅记得他的身世 还能很清楚地描述当时他身为埃及女祭司的细节 根据他的描述 他是一位名叫Bantrashy的女孩子 他住在塞地法老的圣殿并在那里服务 小小的多罗西整天吵着要去埃及 简直快把他父母给逼疯了 有一次多罗西偶然看到了塞地圣殿的图像 他声称这就是他的家 他不明白图像上的圣殿周围为什么没有树木和花园 但他坚信这是数千年前他所居住过的地方 又有一次他与他的父母去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后 多罗西的行为变得非常奇怪 他跑向古埃及的穆乃伊 以及所有古埃及神和女神的雕像那里 并开始不受控制地跟他们接吻 不久后他开始用陌生 又听起来很古老的声音尖叫着 这使他父母受到了惊吓 在十五岁时 多罗西开始研究埃及的历史 他第一次梦到了塞地法老的穆乃伊 这神奇的梦境使他复活了前世的许多回忆 渐渐出现的回忆和梦 让他能够整合他所知的所有古埃及知识 而这最终导致多罗西离开基督教 并开始接触古埃及的数千年前的古老宗教 多罗西有着难以置信的能力 他很轻松地便可以学会古埃及的各种符号 他开始在大英博物馆学习埃及象形文字 而他的学习能力使老师惊讶 然而多罗西解释说 这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 因为他不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他只是在回顾已忘记的语言而已 1932年 多罗西搬到了埃及 在那里他和他的丈夫埃曼 阿卜杜勒梅基德一起生活 到达埃及之后 多罗西亲吻地面 因为他知道他终于回到家了 并说他决定长期居住在埃及 之后多罗西生了一位儿子 并给他起名为塞地 以纪念他的古埃及时代情人塞地法老 多年来 多罗西一直在努力回忆他在古埃及的生活 他说有位称为奥拉的精灵会时常拜访他 并且帮助他破解他前世的秘密 在那一世 他是一位名叫Bantrashid的年轻女子 因为父亲是阿比多斯的塞地圣殿的卫士 从三岁起他就生活在那里 父亲死后 贩卖水果的母亲无能力赡养他 于是Bantrashid被留在圣殿 在塞地圣殿里 长大成人的Bantrashid成为了一个女祭司兼圣化的处女 后来他与塞地法老相爱 成为法老的年轻情人 当他怀孕的那一刻 末日就降临了 这成为了法老的丑闻 一位圣殿的大祭司告诉他 他肚里的孩子将会是对伊西斯女神莫大的侮辱 并且会给法老带来许多麻烦 于是他唯一可行的路就是自杀 多罗西的那一世就这样结束了 多年来 多罗西一直在帮助考古学家 对古埃及塞地法老时代进行研究 1956年 他搬到了阿比多斯 有一次当多罗西到达塞地圣殿时 古物部的首席视察员 决定测试他的故事是否真实 古物部主任要求多罗西 在黑暗中站在一幅壁画附近 然后再叫他利用他所记得的所有记忆来识别地标 而他的答案吓到了主任 原来 这幅画和标记从未向外人公开过 他们没有在埃及的任何地方被出版过 所以理所当然的没有人看过这幅画 但他不仅知道所有的答案 他还能告诉古物部长 他们甚至还没发现到的细节 在一次场合 多罗西说当他是Ban Trashy的时候 还说塞地圣殿被树木包围 并且有个美丽的花园 当时考古学家找不到任何花园的痕迹 但是有一天 考古学家挖掘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找到一片花园 但这不是一个在阿比多斯能看到的普通的花园 花园的位置正是多罗西所说的地点 多罗西因此被信任 他开始参与协助有关古埃及的挖掘和研究 他翻译了许多困难度很高的艺术品的解说 他对古埃及语的知识帮助了许多在阿比多斯挖掘的考古学家 多罗西生于1904年1月16日 死于1981年4月21日 享年77岁 也许他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叫另外一个名字 长着另外一张面孔 甚至改变了性别 但他的主元神不会改变 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 要接着上一集演下去 感谢各位观看我们的视频 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人类灵魂的奥秘 以及前世今生的连结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并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和想法 同时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 以便及时获得我们未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下次再见